我是真烈 暴躁熊让我整没动静了 它的动静和它的行走能力一起消失了 不过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活态度呢 我承认我对宠物要求很低 但咱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你活着没有啊 哦哦哦还有气那就行了 就你以后要都这样了我也能养你 没有问题 这是要悬脉觉醒了吗 来来我教你怎么叫啊 咩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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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呦呦呦呦呦呦呦 呦反应了 我可烦死人了 再巩固一下 你给我保持住 等着 你的任务就是把气氛带动起来 能不能不要一有时间就搞对象 你看看皮卡丘 再看看小火苗 都不拿正眼看你俩 不用担心啊 刘威手工工的吃间是可以节 Native 咱们只是刺激一下她的听觉 看有没有用 你别说哈 确实没啥用 你们还记得小火苗当时的叫声吗 和她是一样似的 但是到我这就失语了 为啥呢 我真的不理解 皮卡丘是我最后的希望 妈呀 我这是头一次见着皮卡丘竟然立起来了 你叫点声啊 你小点声 皮卡丘是不是吓得死鸡了 你别说话 这玩意还得会叫有意思 电量好近了